兄弟们我被被刺了 这个茅台酱香拿铁说一下 镶嵌背包啊 我今天看看我来哪里了 上次有人说叫我去华强北玩一下 我们今天真的来了 因为我本来是买今天回去的车票 但是没买着 只能买到明天的 只能在这里被迫待一天 然后有空的话 我们就来这个华强北看一看 转一转啊 毕竟咱们也是搞电子的 所以说对这个搞电子的人来说 这里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我去看看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2F 3F都是数码商店 咱们的也得上次炒一炒是不是 这里都是卖直播设备 声卡用的 直播的用的各种声卡 麦克风 这边全是卖音响的 各种各样的音响 今年好流行这种什么冷气风扇 这种冷气风扇 里面装了一个半导体 这个车在无线充 看起来怎么样 挺不错的 很有科幻感觉 妈呀 我发现了一个神器 镶嵌背包啊 我是不是找一个放背上挂着 然后到深圳到处跑 是不是可以找一个老婆 你看这里的充电宝多吓人啊 全是这个东西 全是充电宝 数码产品 在这里面大概框了一下 我感觉这里东西价格都超贵的 一点都不便宜 看了一下 像内型的产品比网上要贵好多的 还是大江的店铺 这个陆地机器人我以为好小 结果还挺大的 这个机甲的是三千多块 这一套 这个挺好玩的 看看这里CPU多多 没见过这么多CPU 这里东西都是一堆一堆的 看到没有 CPU 显卡 硬盘 现在在一楼下逛 全是卖电子元器件的 卖电感的光卖电感 卖金针的光卖金针 然后卖开关的就是光卖开关的 到处都是卖这些零件的 五花八门的 你看这么小的蓝牙音响 这个一个要四十多块钱的 好小啊这个 看 乒乓球这么大 这个透明显示器也有意思 但是它里面是个电风扇呢 肉眼看不到这个电风扇转 但是用手机拍出来就看得到了 在里面逛了半天 逛的腿都软的 就买了一点东西 这个小电风扇三十块钱一个 给小侄女两个艺人买了一个 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个 放到近二十块钱 等于是一共花了八十块钱 在里面赚来赚去的 兄弟们我被背试了 所以说买东西不要买得太早了 你看一下 我刚刚在上面买的三十块钱一个 这几下只要十九块钱一个 瞬间多花了二十块钱 这也太快了 还有这个网红草品 采购带货区 我去看看 兄弟们 搞了一个网红的茅台酱香拿铁 说一下 十八块钱 这个玩意儿现在还有人玩吗 我感觉没看到人玩了 这个看看 这一块可都是咱们自己用的上的东西 全是维修的设备 这边是修手机的夹台 粘手机的胶 后面这个箱子里面全部都是快递 都把车子停在这里收件 你想想这里以前得发出去多少这个快递 赚了半天的不赚了兄弟们 我的腿都软了 我感觉这个地方 它比较适合那种做批发采购的 还是不太适合做个人的那种购买 因为个人买的话 我感觉价格也不是很低 跟网上对比的话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